基本上我們還是維持晚上8點來宣布是否停安課 因為原則上我們還是先要確定相關切樣數提供的數據資料 在7點鐘的時候我們掌握再跟鄰近縣市大家一起討論 所以原則上8點因為如果再往後延泰灣宣布會造成什麼困擾 我想這個立場還是會維持 11號颱風康瑞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在今天一整天到明天清晨康瑞颱風最接近臺灣 並且會為我們帶來強風豪雨提醒大家一定要嚴加戒備 目前康瑞颱風的中心是位在鵝鑾鼻的東方大約130公里的海面上 它今天上午的移動速度較為快速 所以說預估在今天下午左右到中午左右到下午 就會有可能登陸到臺灣的花東這一帶的陸地 那隨著它的中心逐漸進入到陸地上之後呢 它也會逐漸的往西北方向移動 移動速度雖然略為的減慢 但是預估在今天晚間左右就會逐漸的離開臺灣陸地 而隨著它離開陸地之後逐漸的北上 我們可以看到在明天的這個時間點早上8點就會位置落在馬祖的近海 大約是東南方約40公里的海面上 也因此以這樣子的路徑和結構上面的預估來說的話 隨著颱風的逐漸的離開我們的陸地之後呢 大約會在明天的上午左右整個暴風圈有機會脫離臺灣的陸地 而到了明天的晚間進一步的可能有機會脫離馬祖的這個範圍 那不過呢還是要是屆時颱風它在臺灣陸地上面之後 減弱的速度還有後續的移動方向而定 那我們要特別留意在今天一整天到明天清晨 它距離我們最接近的時候會帶來比較顯著的風以及雨 尤其在今天白天都要特別留意 隨著它的近中性的強風逐漸靠近到臺灣之後 都會有局部的地方出現破壞性的強風 以及目前在影封面的降雨也都相當的明顯 強台康睿持續朝臺灣逼近 中天新聞氣象主播戴立剛指出 暴風圈精神夜出路 中心31日中午前後從臺東登陸 接著穿越中央山脈到臺灣西部 至於明天是否會放颱風架 戴立剛直言明天下午暴風圈將籠罩全臺 現在真的很誇張 不管有沒有風雨 只要暴風圈有涵蓋就放 你們期待的颱風架可能全臺灣都會放 但很多地方卻在爽放假 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氣象主持續針對今年的第21號 颱風康睿發布颱風警報 而稍早在5點半的時候 我們已經發布了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在清晨6點的時候 康瑞颱風的位置是位在 臺灣俄嵐比東南方大約540公里的海面上 目前的陸上警戒區域包含了台東 以及恆春半島 而未來隨著颱風逐漸的往西北方向移動 我們在今天深夜全台各地大致上都會 籠罩在它的暴風圈當中 所以說我們要提醒大家要嚴加戒備 而且在海面上面的風浪 今天也都明顯的偏大 明天還會再更大一些 再加上整體的降雨以及風力的情形 我們預估在今天的晚間到周五的清晨 是這個颱風影響我們最明顯的時候 我們先來看到在目前颱風的動態方面 目前颱風的位置大約在臺灣的東南方 而到了明天的清晨左右 可以看到颱風的位置 其實會來到臺灣的東南方近海 大約190公里的附近 那這個颱風它目前所未來會影響的範圍 我們可以看到在海景的區域 目前是包含了臺灣的東北部海域 東南部海域 還有巴士海峽以及台灣海峽南部 至於陸上方面 隨著它的逐漸接近 在未來其實在臺灣的東部 東南部還有南部一帶 在今天的上半天 也會進入到它的警戒區域當中 那至於在颱風的未來的路径上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 它以目前的速度大致上是時速15公里左右 在未來持續的往西北方向移動 所以說它在明天的中午左右 就會開始接近到臺灣的東南部的陸地 我們也不排除它在明天的中午前後至 傍晚左右會登陸到花蓮以南地段 而在明天的傍晚左右在臺灣的陸地上 至於在周五的清晨就會來到臺灣的海峽這一帶 所以影響我們最劇烈的時候呢 就會要特別關注從今天的晚間開始 一直到周五的清晨 對於我們陸地上面最接近的這段期間 整理一下整個重點的時程 今天隨著颱風逐漸的接近 我們在陶雲以北還有宜蘭 都要留意局部的好雨 而從晚間開始的花冬恆春的雨勢 也會明顯地加大 至於呢 從明天的一整天到周五的清晨 都使它影響最明顯的時候 我們在東半部留意局部好雨等級以上的降雨 而至於在北臺灣還有中部 南部這邊的山區呢 都可能有一些局部的好雨出現 那在晚間受到颱風離開我們的山區 中心來到西半部之後呢 在中南部這邊的雨勢也會比較增多 至於在周五的白天開始 降雨才有逐漸緩和的趨勢 但是還是有局部大雨的情形 所以我們最後來總結地提醒大家 在今天晚間到周五的清晨這段時間呢 都要防這個颱風所帶來的強風以及好雨 那在今天的白天 也許風勢跟雨勢上面 都還沒有到晚上這邊的這麼大 所以還是要提醒大家 白天可以利用時間做好防台的準備 至於在海邊呢 整體的風浪都是明顯地偏大海況惡劣 非必要就請避免前往海邊活動 目前看起來它的強度很強 但是也是因為它的路徑 是有一點由南往北切過台灣的關係 所以它的中心的環流跟中央山脈的 整個碰撞跟摩擦的情形會非常的明顯 那也會導致它進來之後強度減弱的情況 應該會很明顯 目前的一些預報資料都顯示 過山前跟過山後強度會差很多 所以即使它過山之後慢慢的往北 它也沒有像先前這麼大的威力了 而且強度還會再一路的減弱 那看起來會很快的 有機會可能在禮拜五的晚上 甚至到禮拜六 它就變成是一個熱帶性的地區 所以減弱的速度也蠻快的 所以應該過山後 它雖然會慢慢的北上 可是對於中北部的威脅倒是還好 並沒有到說維持著一個很強的強度在上來 那中北部的風雨反而更大 目前來看應該是沒有這樣子的情形 照這樣講起來是不是東部跟南部的颱風價比較有機會 目前來看明天大概全台灣都有可能 因為我們放颱風價有兩個標準 一個是要進入到路上警報的範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颱風的暴風圈有可能要經過的區域 那明天大概全台各地都會符合這個標準 那風力的部分的話應該也都會達標 明天的預報看起來的話 各地的風雖然說起風的時間可能有早有晚 但是應該都有機會會達到風力 會達到要放假的標準 所以明天的話很有可能是全台灣 都有可能要放颱風價 那後天的話就要看 因為上半天 尤其是清晨到上半天這段時間 看起來在西部地區 還是比較有風雨的狀況 因為颱風剛過山 然後再往北走 所以可能到中午之前 大概都還會有一些風雨的狀況 那應該還是會有些縣市會達到要放假的標準 大概是可能是哪些 呃可能會比較偏向是在中部以南 台東苗栗以南的地方 因為颱風畢竟是過了海峽之後往北走 它會有一些南風進來的狀況 所以影響比較大的會是在中部以南的這個區域 那當然其他地方就要看首長怎麼去考量 也許還有機會連放不一定